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我是老师Seven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 马尔科夫角色过程中的Q学习算法 就是如何找出一个最优的策略 那么在开始学习Q学习算法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已经掌握的一些知识 首先我们介绍了一种不太一样的机器学习算法 增强学习 接着我们介绍了增强学习中的数学理论基础 马尔科夫角色过程MDP 那么在介绍增强学习和马尔科夫角色过程中 我们用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有六个状态的一个转移图 还有一个奖励矩正,R矩正 我们也提到了R矩正的一个缺点 它虽然能够给出我们一定的指导 对我们的这个角色过程 但是它这个角色过程的指导是非常有限的 从头中可以看出 它只给出了最后一步 从1、4状态或者从5状态 自身转移到5状态的这个奖励值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状态转移过程中 我们可以发现 转移到状态1和转移到状态4 比转移到状态3会更为有利 那么所以按理说 转移到状态1和转移到状态4 也应该有一定的奖励才对 但是这一点 从R矩正上不能很好的表现出来 所以这里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 Q学习算法 以及另外一个新的概念 Q学习算法是一种用来解决 马尔科夫决策过程中最优化问题的一个方法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除了Q学习算法之外 有个Q矩正也就是决策矩正 R矩正它有着这样的一个缺陷 那我们就用另外一个矩正 Q矩正也叫决策矩正来弥补这个缺陷 Q矩正的大小与R矩正的大小是一样的 除了有这个R矩正原有的这个奖励值之外 那么在其他不是原先R矩正中没有奖励值的部分 但是对我们到达最后这一步有奖励的过程中 有利的这些点这些状态 我们也相应的添加上一定的奖励值 那么这样的形成的一个Q矩正 我们就称之为决策矩正 现在这个状态数比较少 只有六个状态 行为数也不多 我们可以人为的手工的去定义这个Q矩正 那么当这个状态数和行为数比较多的时候 人为的手工的去定义这个状态 就不可行了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寻找一种算法 来利用这个算法来更新这个矩正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Q学习算法 Q学习算法中最核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Q函数 这里我把Q函数大概列在这 简单来讲解一下Q函数 Q矩正中每一个元素 我们用QSA来表示 每一个元素 它可以唯一的用一个状态 和这个状态将要执行的这个动作 来定位出它在这个矩正中的位置 那么我们如何来更新这个指能 因为一开始Q矩正中的值为全零了 我们要需要逐步的去利用这个奖励矩正 R矩正来更新这个Q矩正 达到最后的这个效果 它的更新公式是这个样子的 假设我们当前的状态是S 在S状态我们执行的动作为A 执行动作A之后达到的新状态为S一片 那我们更新过程如下 QSA等于原先的值还是QSA 加上α乘以括号 而是S执行A这个动作之后的奖励值 加上 加上γ乘以maxQS撇A撇 那么QS撇A撇 指的是执行完动作A 转移到S撇之后 S撇有很多可以执行的这些动作 那么这些动作我们从中找出一个 使其这个Q值最大的一个A撇这个动作 我们把这个值乘以一个γ 最后再减去QSA原先这个值 我们把这个设置整理一下 可以显成下面这种形式 一减α乘以QSA 加上α乘以R 加上γ乘以maxQS撇A撇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对这个设置进行一些简化 比如说我们令α等于1 那么这个设置就变成了下面这个形式 前面正向直接变成了0 整个设置就变成了QSA等于R 加上γ乘以maxA撇 QS撇A撇 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公式还是一头雾水 首先最关键一点 这个式子中有两个不太清楚的参数 一个是α 一个是γ 那么γ这个参数 叫discount 也叫奖励折扣 α这个参数 叫step size 不长 或者跟一般的 这个在机器学习中 也会有这个α这个参数 一般我们称α为 learning rate 也就是学习率 那么下面 我们用其他几个例子 来解释一下这个γ和α这个参数 这里我们从爬山算法 模拟退火算法 以及马尔可夫蒙特卡罗方法 MCMC 这么几个角度 来解释一下这两个参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爬山算法 爬山算法 顾名思义 我们人去爬山 目标就是冲击最高的顶峰 那么在爬山过程中 会遇到A和C 这样的小山坡 但这个A和C 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达到最高点 也就是B点 那么 讲到爬山算法 我们就引入一个概念 目标函数 函数 画在一个 二维的一个平面上 也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曲线 或者 这就是一个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函数 它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一般来说 在机器学习算法中 我们要将这个目标函数最大化 就是要使目标函数 达到这个B点 那么在 靠近这个B点的过程中 我们定义一个 不长step size 也就是刚才alpha 那么一个概念 什么意思呢 我们 去爬山的话 总要一步一步的走 我不会说一步登天 直接 从山脚 直接到了山顶 这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 有一个 一步一步 去逼近 这个B点的过程 那么在 整个这个目标函数中 我们称A和C 为局部自由的点 因为它 没有B点高 但是从 这一块局部来看 A 是这一块的最高点 那么从这一块来看 C 是这一部分的最高点 而从全局的角度来看 A和C 就不是这个 全局的最高点 那么B点 才是全局的这个 最高点 称之为 全局最优 那么我们去 靠近这个 全局最优的过程中 我刚才说了 不是一步登天的 我们人 爬山 走路 那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比如说现在在这个点 我往上走一步 看一下 这个值是不是 比当前的要高 这就是step size 不长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爬山算法呢 它是一种 纯弹性的这种算法 也就是说 他走这一步 发现 自身的这个值 海拔 比 刚才要高 那么他就走出这一步 那么如果他发现 走出这一步之后 比如说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这一步更低了 那么他会 他就不会执行这一步 我爬山算法 只关心眼前 眼前的利益 他只往 高的地方走 只往下一步 高的地方走 他不会关心 这种长远利益 那么 这个缺 缺陷就很明显了 例如我们现在在 这个位置 当我们 走了 路干部 step size之后 我们来到了A点 那么到达A点之后 他无论往左方向 还是右方向走 他都发现 这个高度在下降 那么他 就不会执行这一步 所以最终 他就停留在了A点 那么实际上 整个目标函数的 最高点 全局最有点 是在B点 所以 这里我们就引入一个 模拟退火算法 他这个 模拟退火这个算法 利用的是 马可夫 蒙特卡罗这个思想 这是一种 统计模拟的一个思想 他比爬山算法 好的一点 也就是改定的一点 就是 他以一定的概率 会去接受这个下降 因为我们从长远利益来看 往这边走了一部分之后 再往这边走的时候 这个海拔会一路 继续升高 最终比这个A点 还要高 这个就是 把眼光放长远 这么一个考虑 我们一定概率 接受这个下降 一定概率接受下降 那么从A点 我一定概率接受下降 一定概率接受下降 最终来到这个 比较最低点的时候 再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这个值就一路 往高走 所以 模拟退火 这么一个思想 就很好地解决了 爬山算法 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的 这么一个 缺陷 那么 讲完这个模拟退火呢 它是从物理学 这么一个概念 衍生而来的 物理学中 有这个模拟退火 这个概念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查找一下 那么 无论是爬山算法 和这个模拟退火算法 你们都要注意一个 不偿控制的问题 刚才我说了 我们爬山不可能一步登天 一定是一步一步 往上走的这个过程 那么现在 假设我们是一个巨人 一脚 可以跨过整个山脉 这个不长 一脚可以跨过整个山脉 那么这个结果 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说 这个step size 太小了的话 比如说 一个step size 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话 那么爬山这个过程 是非常慢的 最终体验在算法上 就是算法的效率 会非常的低 但是step size 非常大的话 比如说 step size从这 一直延伸到 C这个点 那么我们跨出这一步 直接就把 最高点B点 给跨过去了 你比较的是这个点 以及你下一步 在的这个点 的高度 你最终可能还是 无法找到 全区自由的这个B点 但是呢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 比如说这个闪脉 是非常非常平缓的 一个缓坡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坡 那我们这个step size 可以设置的 比较大一点 一步跨过来 这样的话 可以加快这个算法的效率 但是 当我们这个 爬山的时候 来到这样一个 比较崎岖的一个 路线的时候 我们就要适当的 减小这个step size 使它 比较合适 既不让我们 算法太慢 同时也不会 不至于陷入这个局部最优 或者说 跳过了这个全局最优的点 那么这是 阶级学习中 调整step size的 这么一个 技巧和一个方法 那么介绍完 这个 alpha这个值之后 那么gamma这个值 其实 它也蕴含在 这个MCMC的思想中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只看 你眼前的这个利益 太高 这个比较高 很容易忽视 这个长远的利益 但也并不是说 长远利益 越高越好 所以这个 无论是step size 还是这个gamma 蕴含在这个MCMC思想中的 这个gamma 它都是一个 呃 机器学预算法中 调整参数的 这么一个 一个方式 那我们讲完这个 alpha和gamma 这个参数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更新这个 Q聚振的 这个公式 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 先不考虑gamma 我们先考虑 alpha这个参数 alpha的取值 从0到1之间 alpha如果取0的话 那么整个公式 就毫无意义了 alpha取0的话 后面这一项 变成0 那么前项 前面这一项 就变成了QSA QSA等于QSA 相当于整个Q聚振 没有被更新 这个 整个就没有意义了 那么 当这个alpha 等于1的时候 我们控制这个 部长比较大的时候 整个式子变成了这样 这也是我们 最常用的一个形式 QSA 等于R 加上 伽玛乘以max QSA 那么 我们再回复它 看看这个 伽玛 为了简化 这个分析过程 我们假定 alpha就等于1 因为这是我们 最常用的一个取值 那么在alpha等于1的情况下 伽玛的取值是 可以在0和1之间 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alpha等于0的话 那么 伽玛等于0的话 那么后面这一项 它就变成了0 整个公式变成了QSA 等于R 你发现我们是直接把 R聚振中的每个元素 直接照搬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 Q聚振就变成了R聚振 也就是说 我们只看 眼前利益 也是最后一步的这个利益 那么 相当于Q聚振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还是跟原先的R聚振一模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 当γ等于1的时候 这个QSA等于R 加上max QSPA 这一步就是考虑 未来的一个动作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收益 我们不仅考察 眼前的这个利益 我们还要考虑 将来的这一个收益 好 解释完这个 alpha参数和γ参数 所代表的一个含义之后 我们下一步 后来详细的介绍 这个Q学习算法 这一节课 大家先理解消化 这个Q聚振这么一个概念 以及Q函数中 Q函数所代表的意义 和Q小函数中 这两个参数 好 这一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